一人五颗群自创炒牌 在台北开了第二家店 他自爆为了圆梦 已经烧掉了大把的钞票 反正我现在 总共应该至少就两千以上 宵夜就越吃越少 假如再开 接下来继续开店的话 开到国外的话 可能晚餐就没得吃了 是说最近天气很冷 小编就听说 超令因为打盆体 锥肩盘突出 客群 你有没有赶快帮女友糊糊啊 对我会帮她治好 大家不用担心 哎呀这年头一定要那么闪吗 甜到小编都受不了咯 听说客群开店 女友也是顾问之一咯 有苦全娱乐 赶快起回家吧 台北报道